6月2日 香港特區刑事長林鄭月娥在港表示 就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 提前擔當 她指出 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在香港不斷上升 過去一年 鼓吹港獨的行為 外國勢力的干預 甚至有些想推翻特區政權的活動在香港發生 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市民生活惶恐不安 中央對此不可能視而不見 事實上中央做這件事 亦都在承受著很多的壓力 大家都看到外國政府藉著這件事 對於我們國家的批評 但是無論如何 就為了我剛才說的理由 中央都是願意去體現他們的擔當 在這個特別的特殊的情形之下 要進行這個立法的工作 林鄭月娥批評部分外國政府的高調反應 他們對自己的國家安全非常重視 對中國的國家安全 香港的情況卻帶有色眼鏡 這種雙重標準的取態 最近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針對在美國出現的騷亂 怎樣被當地的政府處理 相對於去年香港發生差不多是同樣的暴亂的時候 他們又採取什麼立場 林鄭月娥敘指 美國對港採取制裁措施是損人不利己的行為 他希望外國政府處理與香港的雙邊關係時能互相尊重 不應該在全球經濟以疫情而疲弱不堪時 做出打擊雙方企業的行徑 否則只會讓大家的經濟及市民生活雪上加霜